大风国小少棒队成立至今只有短短四年的时间 不过却有傲然成绩 今年他们首度挑战国小棒球联赛阮士组全国赛 就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勇夺继军 总教练廖灿东表示 虽然有些意外 但是选手们在这次的艰困比赛中真的很努力 精神抖擦的跑步男生展现不凡气势 他们是大风少棒队 也是新店之光 今年首度扣关国小棒球联赛阮士组全国赛 就一路过关斩将 挺进16强8强 最后勇夺继军好成绩 总教练廖灿东说 结果有点出乎意料 但孩子们真的是尽全力 在打这场艰困的比赛 我们跟小朋友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以我们的平均的身材是输 其他队蛮多的 那能够打出这个超乎预期的成绩 其实小朋友他们真的是非常开心 黄又杰 廖孟绍兴 与石正佑虽然才四年级 就加入这次的国小软联赛 虽然打了辛苦 但胜利的喜悦给了大家更大的激励 希望下次可以打到冠军 当初有没有想到就是说会有战好的成绩 应该没有 也没想到自己会打进这里 有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一次可以获得这个季军 没有 这次是季军的时候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大风国小少棒队2014年才成立 虽然才短短四年时间 但近两年实力日益坚强不容小觑 像是在2018年阳明山杯全国三级棒球赛中 大风也获得少棒组冠军 廖灿东教练指出 虽然球队只有利用课后以及周末时间练球 但讲求效率 让选手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精进球季 我们的第一个成立时间比较短 在这我们训练时间相对也比其他学校来的少 那我们其实就往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做训练 我觉得如果成绩的话其实就顺其自然 那如果练得好的话那个成绩随到取成 廖灿东教练表示 大风球队能够融合好成绩 首先要归功于孩子们肯吃苦耐劳的练习 同时也要感谢各界的支持 碰到下雨天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练球的时候 只要我们小朋友需求 那几位议员都会很竭尽所能的帮助我们 尤其是刘泽章议员或是廖小青议员 以及陈永福议员这三位议员都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所以小朋友这些成绩真的是要谢谢他们三位 大风少棒队逐渐的展露头角 也让大家正视新店区棒球发展 甚至有不少学生从其他学区转到大风就学 就是为了参加少棒队 校方也期待能够有更多孩子喜爱棒球 一起加入大风少棒队行列争取更多荣耀 最终成品展门期新店采访报导